陆飞和绿牛 激激开 陆飞可是刚打完凯多 以非常夸张的战绩 呈现给了我们 打扮那样一个凯多 陆飞其实已经 比较夸张的一个战力了 尼卡果实还有无限的可能 那回到问题本身 陆飞可能对于尼卡果实的运用 还不是那么成熟 但是从霸气的层面 从预知未来剑文色的层面 从觉醒了霸王色蝉蝉的层面 以凯多所强调的 只有霸气才是凌驾 所有力量之上的这一点来说 陆飞的霸气 我觉得现在是不需律牛的 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之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 陆飞在觉醒尼卡果实之后 他的这个力量 已经达到另外一个级别了 比他之前四档的时候 是要萌很多的 已经可以跟凯多搬手旺了 已经在力量上不输凯多了 所以我真的找不出什么理由 觉得绿牛可以打败现在的陆飞 现在陆飞已经太夸张了 绿牛扛得住陆飞吗 绿牛要取下陆飞的人头 凭什么呀 所以给海军大将一点面子 4.9比5.1 陆飞5.1 绿牛4.9 毕竟是海军大将 但是陆飞现在是 我感觉已经是另外一个级别的战旅了 好夸张了